甜調是製作類型系 它非常重要的前製作業 我們在編劇的過程中發現 哇 水很深 它需要非常多的一些背景的資料的整理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小秘密 我們橋排社是怎麼出來的 大概在五六年前的一個過年前的晚上 這個製作人老汪就約我過來聊天 他說有個故事非常有趣 他95、96年的時候 他在那個馬祖高登當兵 哇 這個飛彈危機的時候 大家緊張的 水鬼每天上岸 然後每天大家戰備 抓水鬼 哇 準備同島一命 準備都犧牲了 那當時有一個戲非常紅 叫做《新兵日記》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題材可不可以把它拍成一個故事 我說這個可以研究喔 好喔 於是我們就開始 第一步我們先找編劇 開始了進行這個我們橋排社 當時當然還不叫橋排社 進行了我們初級的開發 一開始我們就是要針對這個 95、96年台飛彈危機 那所有的填掉故事 當然是從這個飛彈危機 開始來 research 來尋找資料 那我們發現呢 95、96的飛彈危機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這個總統的直選 那總統的直選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之前的這個修憲 修憲來自於什麼 修憲來自於之前的二月政爭 其實歷史事件它是一連串的連鎖的反應 所以說我們的填掉就開始 從96年的飛彈危機的那一天 就開始不斷往前延伸 也就發展出了我們現在的 所謂的橋排社宇宙 為了幫助呢 那個編劇能夠更快的進入狀況 我們就邀請了很多的顧問 譬如說我們有政治的顧問 像那個蘇智誠先生 鄭雲鵬先生 阮昭雄先生 我們還有媒體上面的顧問 譬如說那個黃光琴大姐 詹姨儀大姐 填掉這個工作呢 我們特別還邀請了我的一個同學 熊老師特別來幫忙 熊老師為什麼願意接受我們的邀請呢 你想要知道哪一個版本 越升越好 越升越好 其實沒有錯 我就是這個X黨派來的間諜 那我們是非常擔心整個橋排社 這個劇組呢 太過於專業會挖到一些深入的機密 那因此呢 我就接受這個上級指導 偽裝成為這個熊老師的身份 進到劇組裡面 其實就算他們沒有來找我 我也會想盡辦法來面試 以上純屬虛構 如果有雷同 那就雷同 我們其實主要是先把整個的歷史時間脈絡呢 我們先把它串出來 我們就把這個國內跟國外的整個重要的政治經濟社會事件呢 我們把當時的新聞事件把它給整理一遍 那再來呢 我們會把這個政治類型的 這個經濟類型的 我們也會把這個社會類型或重大的一些事件 還有一些兩岸事件 我們來做個分類 那再從這個裡面呢 我們就交給我們的幾位研究助理 他們就幫助我們把相關的這個人 事 還有這個物件 我們就能夠把它做一個快速的一個大型的分類 然後再從這裡面呢 我們找出說我們能夠找到的當事人 或者是想盡辦法要確定當時候發生的場景 我們現在能不能夠找到以往的這個照片 或者新聞報導 當然我們運氣蠻好的 一個是當時候的這個當事人 他們也都非常的這個樂意來協助 在這裡我要特別再次的謝謝 我們主持人大哥 想當年主持人大哥真是如日中天 一般人 不要說一般人 任何人想要見到他 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會跟我們來這邊接受我們的採訪 那像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點 主持人大哥他特別提到說 當總統千萬不能夠太忙 這個整天批公文這個是有問題的 那總統因為他管理很多的 整個政府部門有這麼多人才 他要做的話是抓綱體力 那反而他會有適當的時間 他能夠好好去思考整個現況跟未來 這個部分我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還有另外一位重量級的人物 就是我們的燕豫大學 哇 他是總統身邊的四位 現在還是這個 李登輝基金會的秘書長 我們那時候有問到說 在總統出訪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一些特別的有趣的事情 讓我們能夠知道的 那我這邊就舉幾個例子 那首先他們講說有關於這個人手的四位 他們所帶的這個槍械 那跟西方國家的特勤人員 槍械其實是沒有辦法比較的 他們遇到的那個四位呢 其實身上隨便大概五六把槍丟出來 那所以像我們弄手機 好 我這邊用的是雙力 那他用的是這個Apple OK 有一支就很了不起了 可是你突然看到有一個人生 拿完了一支手機出來 兩支手機出來 三支手機出來 還不同牌子 不同性能 那其實你想想看 如果那手機是槍械 蛤 那比較歷史重要的一個查證 比方說我們的李總統在 這個過境美國夏威夷的時候 那那時候我們的李總統就 就拒絕下飛機 我們僅在這個飛機上面過夜就是了 那甚至說他會去穿這個睡袍出來 迎接當時候的這個 美國派來的這個外交代表 好 那到底這個睡袍是長是短 是什麼顏色 那其實這個燕俊大哥都跟我們講 我們有一些教科書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文獻裡面 其實沒有寫到這麼細的 我之前是念美國研究的 那在這邊大概也專業了將近二十年 那其實我們很多的這個 這個他們的第一手文獻 機密文獻其實可以透過現在的網路 那就可以直接去那邊申請下載 包含當時候的這個地氣艦隊的 他們的這個航海日誌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美國的國防部 或者是甚至哪怕我們連到外面去 很多的學術的這個單位 我們也能夠下載到必要的這些資訊 那幫助我們能夠做很重要的很精確的考證 填調完之後我們要把這些的資料 然後能夠來分類整理 其實就我們填調組 我們我們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就是說要把這些所整理到的資料 轉達給我們的編劇 讓他們能夠寫出非常好的故事 我們所謂的一個叫轉碼的過程 聽說好像我們還有挖到那個當年 卡西迪他們簽約的那個合約 這怎麼挖到的過程 是的 美國的這個政治其實蠻特別的 我們想像中很多東西應該是 屬於機密資料是找不到的 可是他們基於這個 就是說人民有知道的權利 當然他們固定會一段一段時間 會把它這個公佈到這個網路上去 那當然有關於美國的這個政治公關公司 他們其實是每一個客戶 每一個project 每一個委託案 他們是需要跟美國的司法部 來做申報的 所以當時候我們這個委託書跟這個合約書 當然他們也附載 這個上傳給美國司法部的這方面的一個附件 如果一旦解密的 我們就趕快的想辦法把它下載下來 也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找到當時候卡西迪 跟我們這邊是台中院 他們的這個簽約的那一份合約 是這樣子 太厲害了 一般觀眾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自己上美國國務院 或者是司法院去下載嗎 其實可以的 那記得你們用這個關鍵字搜尋 或直接到他們這個相關的網站 或者到美國的Nation Archive 或者是他們不同的總統的讀書館 網路上的 你們都可以找到相關的訊息 當然如果找不到 你們可以打我的這個手機號碼 香港3345678 我再重複一次 是香港3345678 你不找我我沒關係 因為這將是你的損失 神經病